酱油厂发生命案 老板娘被人砍死 头颅却消失不见 据保安七叔说 老板娘阿芬被一个疯子给砍死的 凶案现场也为他描述的晦生晦色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是目击证人 其实都是他张口就来 警察小赵因为上班的表现非常优秀 于是长官就让他留在案发现场 找死者的头颅 所有人都撤了 小赵实在无聊 他撕下一张纸 叠了个纸飞机 可这飞出去 不偏不倚落在死者躺的地方 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哎呀 我慢慢尝印 够我瘦的 转眼睡到十一点半 小赵鸡肠露露 拿着手电筒在酱油厂转了一圈 却没发现任何吃的 于是出来找到面摊 让如花给自己下碗面 可这下到一半 小赵就被同时抓包 他只能灰溜溜返回酱油厂 不过小赵演技手快 从面摊上顺了一块面 好不容易面煮熟了 辣椒酱却撒了一身 辣椒酱 真的 赶紧把裤子拿去洗了 要不然明天就会衣不避体 他刚坐下准备开吃 小赵似乎听见了鬼叫声 起初他并未在意 但一个纸飞机却偏离航线 砸到他脑袋 而原本尸体旁的纸飞机已经消失 这下的小赵立刻站起 此时键盘又开始左腰 他想要离开这里 门却死活打不开 空旁的酱油厂好似有鬼 正在全速前进 朝着唯一的活人小赵 他被吓得赶紧呼叫总部 很快长官就带着警员 还有七叔赶到酱油厂 他说现场发生了很多超自然现象 却被七叔一一反驳 首先小赵听到的鬼叫 是水管年久师修发出的声音 其次打字机的键盘不停的在动 其实是插牌接触不良 而纸飞机撞头更是无稽之谈 所有人一哄而散 又剩下小赵一人在现场助手 但被刚刚所有情况吓到的小赵 还是问七叔要来扶咒 镇压妖魔鬼怪 此时他还看到七叔的耳朵没了一只 问他说是大黄咬的 等他拿着东西回去 刚贴了一半 一个扭头就有无头女鬼追杀 他在屋子里疯狂叫喊 却没有半点作用 为了躲避女鬼 他跳进了酱油缸 再撂老板娘的头颅 就泡在酱油缸里 他的嘴里还叼着一只耳朵 原来老板娘就是七叔杀的 因为案发当天七叔想请假看球赛 却被老板娘回绝 所以就将人给搞死了 此音咋说的有点荒谬 但事实就是如此 好了 现在小赵知道了真相 七叔就不能让他活 眼看着危险逼近 手里却没家伙神 后面的死人头 嘴里含着一把枪 他一个不小心 给死人头来了一下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此时七叔冲了过来 小赵上去 一下就将人撂倒 七叔灭了之后 小赵也没有活下去的机会 被死人头拉下去 做了陪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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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